8點多來的時候 我大概快9點進辦公室 那8點左右 我辦公室就已經有同仁 那就有看到這一張 而且是連續10張 連續10張 那我們大概就了解一下 我們附近的幾個委員的辦公室 有沒有同學收到這個 因為內容是覺得真的蠻噁心的 那除了有點恐怖啊 就噁心 然後我就問一下 欸沒有 那後來呢 大概也到黨團那邊了解一下 是不是請黨團幫我們了解一下 是不是委員的辦公室都有收到 那好像也都沒有這個訊息 那個時候我們就覺得說 因為畢竟這個已經 談論到有關於我們國家元首 還有包括我們委員的親屬 那我想這個部分呢 也不能夠太輕率 尤其在這個社會氛圍之下 所以呢 我們就決定到 中正一分區那邊去做報案 但是我們都net 對 訂閱